那我們就像你這一塊Hopper 我們把前往後住往上拉 針對我們所有的教職員 針對他們在急救方面的一些課程訓練 將近兩千位的教職員來參加 最重要我們在校園裡面 不只有我們的教職員 還有我們很多的同學 怎麼樣讓校園能夠更加的安全 所以緊急救護在房間時間 來緊急救護是非常重要 所以如果我們的 能夠做過CPR的 那這樣的一個種子越多的話 那我相信緊急救護的時間就會縮短 就會把整個的風險降低 傷害降低 得到非常好的生命的一個保障 那我想今年是第一年全面性的辦理 那明年的話也會繼續再辦 以後每一年都會辦 那在這裡取得的這個 所有研習的教師都會取得證照 那我想每一個學校的教職員工 都要具備有這方面的一個證照 跟專業的智能 那未來在學校裡面可以守護 我們所有的學徒他的一個安全 那這個CPR跟AED的課呢 我們就是配合 縣府這邊教育處 然後來做這一整個系列的安排 那包含講師跟指導員的部分 那我們就是透過台灣心臟協會 那我們消互協經會呢 跟他們一起配合做培訓 那我們自己培訓出來的講師跟指導員 也都具有這個證照 那所以在這24個場次裡面呢 就是由我們消互協經會 來派講師還有助教 來做這一整場的演習跟認證 謝謝大家